我们在银川待了十多天了 我们的快递也已经收完了 我们今天就出发前往新疆 因为前往新疆高速路上 没什么风景可看 所以我们打算走国道 然后我现在去超市 买点东西 吃的喝的 做一些粮食储备 在路上就不担心没东西吃了 先去超市 给半斤挑了一包截脂棒 让在房车里面再多点东西可以咬 然后买了很多蔬菜 然后昨天已经买了有腊肠肉那些的 所以就没买肉 就买了一些蔬菜 苦瓜 还有洋葱 西红柿 红萝卜 这些 好奇怪 每次我来超市 都能够买到差不多一百块 今天就买了一些青菜 然后还有一盒鸡蛋 还有一些小零食 那个黄桃那个肉 然后就86了 好神奇 怎么买都是差不多一百块的 所以以后超市还是少来吧 每次都要丢掉一张毛爷爷 阿龙已经从超市购物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 感觉好多天了 有十几天了 其实我们零下的素材 还没有清完 库存很多 所以我们活动 不同的活动 我们还是会参加的 只是说 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人出行的 这样子 一个人去 留着照顾班 一个人去 一个人自驾游 可能到时候就阿龙去了 因为我每天可以更新两个视频 三个视频 阿龙 就是两三天 他更新一个视频 他做视频是慢的那种那种类型 我们现在导航了是九泉市 我们现在九泉市有9970公里 高速也差不多 对高速差不多也是900多公里 所以我们就走国道 国道看一下沿途的风景 因为高速 我们最近开了好多高速 主要是900多公里 也要省300块钱 300块钱 所以300块钱当油钱 我们准备出发了 待了好久 在这里 刚才我们 我们今晚上住哪里 西安田带了 对 西安田带了 半斤 我们走咯 半斤 半斤 他把这个咬过 哪个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东西 对啊 他把这个已经咬断了 只剩一个了 你看 难得要死 后退半斤 回去 前面往右转 前面右转 好久好久都没出发 你要洗一下玻璃 就忘了开车了 我们现在出发了 我们今天出发的比较晚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点40多分 然后我们搜了一下地图 在前面有一个阿拉扇蒙的地方 那个是个县城 有110多公里 所以我们打算走到那边 就在那边休息了 150米后 红绿灯路口 今天天气有点热 还是有点热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发了 十几天之前 我们是在赶路 赶路之后参加活动 然后最近也在做活动库存的视频 现在才正式恢复了房车自驾游的生活 接下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会拍一些自驾游路上的所见所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